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读舍总裁陆毅的小座精女明星袁金夏 第34集,爆电线杆 陆毅在收拾行李,上官希坐到她面前 你不是快过生日了 公司想借着这次热度给你搞一个生日会 线下的肯定来不及了 直播可以吧 行啊,金夏点着头,最近也没别的事 正好我也能休息一下 上官希看着在卧室小心翼翼叠衣服的陆毅 凑到金夏耳边 诶,你们是不是要把结婚提上日程了 我看陆总对你很认真的呀 金夏抿着嘴,嘴角还是不自觉地上扬 我感觉她确实是冲着结婚去的 但是她还没有跟我求婚,我就没有提 上官希捏了捏金夏的脸 看看你这个样子 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上官希站起身要走 又回头嘱咐金夏,你这部戏突然不拍了 再加上之前这一连串的事,网上肯定说什么的都有 你别理,我们会处理好的 金夏比了一个OK的手势,放心吧 我会和陆毅好好过我们的二人世界的 等上官希走了 金夏走进卧室抱着陆毅的腰,听到了吗? 嗯,陆毅转过身捏了捏金夏的脸,怎么感觉又瘦了? 没有,金夏贴着陆毅撒娇,你每天好吃好喝给我 怎么会瘦呢?陆毅捧着金夏的脸,等会去你就好好休息 公司事情太多,可能不能经常陪你 我知道,金夏在她怀里蹭着,小希说让我准备生日会 可能也会很毛,这部剧换女主角的事情很快在网上发酵起来 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 元金夏不会觉得自己是棒上有钱人了,就耍大牌吧 楼上的说什么呢?公司声明都说了 是制片方的问题,怎么就扯到我们金夏身上了? 听说是因为片酬没有谈拢,元金夏就不干了 导演也懒得惯着她 分明是有人带资金足好不好 你们能不能长点脑子? 金夏翻着评论区 有些乱七八糟的评论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本来想发条微博调侃一下 想起前几天上关系让她最近安静一点 还是乖乖放下手机 淳于敏打电话进来 金夏姐姐 我哥说你今天休息 我们出去玩吧 金夏打开和陆毅的聊天框 和小敏出去逛街 不用等我吃晚饭了 金夏是想挑一件生日会穿的裙子的 结果一不小心买了不少 看着柜台上的大包小包 金夏果断放弃 我把地址留下,都给我寄回家去吧 陆毅难得不用加班 看到金夏发的消息 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轻叹了口气 陈福敲门进来 陆总,今晚有一个和金达的饭局 我让项目不过去 不用了,陆毅站起身 我没事 我过去吧 陆总,你 陈福试探性地问 和嫂子吵架了 陆毅捏了陈福一眼 你觉得可能吗 陈福小声嘀咕 也不是没有 陆毅已经拎起外套往外走 你这个月奖金没了 陈福连忙追出去 别呀 金夏到家 发现灯还没有开 打开客厅的灯炭头往里看 陆毅,你还没回来 手机恰好响了 吓了金夏一跳 金夏接起电话 陈福 陆毅和你在一起吗 陈福急得跳脚 嫂子,你快来看看吧 陆总他抱着电线杆不肯走 啊 金夏赶到的时候 陆毅已经坐在车里了 只是手抵着车门 不让陈福关上 嘴里不知道念叨着什么 金夏走到陈福身边 他 喝傻了 陈福像老了十岁一样 嫂子你终于来了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他怎么抱着电线杆 也喊你的名字 他车前盖上 也喊你的名字 现在不让关车门说 你还没来 他疯了 金夏低头扶着鹅 都不敢看陈福 可能他觉得 我没有陪他 委屈了吧 委屈 陈福看了看陆毅 又看了看金夏 那个 你先让他坐好 我送你们回家吧 金夏俯下身 握住陆毅的手 陆毅 醒一醒 陆毅迷糊糊地睁开眼 眸子像蒙了一层水雾 嗯 我不 我不走 我要等 等金夏 金夏笑着 捧着陆毅的脸 让他与自己对视 那你看看我是谁 你 陆毅歪着头看着金夏 直接扑到他怀里 抱着他的腰 你是金夏 你是我的金夏 金夏揉着陆毅的头发 那你坐好 我们回家了好不好 陆毅乖乖点头 嗯 好 金夏坐上车 陆毅就趴在他怀里 金夏 我想你了 金夏轻声硬着 知道了 我也想你 陆毅抬起头 在金夏嘴巴上亲了一下 我今天不是故意喝醉的 金夏按住陆毅的嘴 现在不准亲 还有人在呢 陆毅的手 在座位靠背上 胡乱摸着 关 关起来 金夏怕他胡闹 连忙升起隔板 好了 乖一点 陆毅捧着金夏的脸笑着 低头继续亲他 现在没人看了 金夏皱着眉 你到底醉了没 陆毅喝醉 抱着电线杆的照片 被狗仔拍下来 很快冲上热搜 金夏看着手机叹了口气 转头看着 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的陆毅 还轻声打着憨 金夏终于没忍住 薅着陆毅的衣领 晃了他几下 陆毅你以后不许喝酒 嗯 陆毅睁开眼看了眼金夏 直接把他拉过来 按在怀里 还不忘给他盖被子 睡觉 一起睡 金夏蹬着腿不让他抱 你别 我还没洗澡呢 陆毅抱着他不肯松手 明天再洗 明天一起洗